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前方 謝謝 大家這邊看到現場呢 我們也有閃耀吧 星夢頻道的活動機台 在今天就歡迎大家 都可以一起來體驗看看囉 那之後後續在全台所有的活動機台 大家也可以搶先來感受到 這最新一波推出的活動 打造專屬尼獨一無二的會員陣 在每一場的遊戲當中 累積不同的活動樂趣 相信呢 這也是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愛上閃耀吧 星夢頻道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我們再一次看一下中間 正前方的媒體朋友 今天的穿著造型打扮 今天我覺得 哇 今天我覺得 已經離開AKVila20大概四年了 然後第一次穿這麼可愛 甚至 偶像妝底的時候 也沒穿過這麼可愛的 因為我不是可愛當當 我那時候是性感當當 對 所以今天可以穿這樣子 然後真正偶像的感覺 滿開心的 嗯 所以會不習慣嗎 還是說 要突破一下 其實有一點不習慣耶 其實 我之前定妝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定做的嘛 然後有一點扣 我拉不下來的鏈子 然後我自己一種努力去健身 然後 既然今天可以 拉到鏈子 然後可以完美穿到這個衣服 非常開心 好 嗯 那所以在身上這些配件的話 自己能夠適應的話是什麼 例如說愛心 還是蝴蝶結之類的 如果真的穿出門的話 我如果 這樣穿出門 會不會大家看著我 覺得 怪怪的人出現 那其實就是 因為我已經 現在到了27歲了 還可以 有常常願意 想要 讓我穿這樣子 然後來參加活動 滿開心的 嗯 所以剛剛有講到說 為了這次活動 又健身又瘦身嗎 對 沒錯 就是我的健身環就是在旁邊 對 昨天晚上也是我走在 走在附近 然後 走在 走路 在附近去健身 對 那有沒有算一下瘦了幾公斤 我好像因為 前一陣子 超過了50公斤 但是 人生第一次超過了50公斤 但是 最近又瘦上來48公斤 差不多 可以這麼明確的講嗎 沒關係吧 哈哈 那今天是因為帶領遊戲機台 自己自己家是一個 玩遊戲的 遊戲控嗎 我其實是 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從小就一直工作嘛 所以不太會有機會 去那種遊戲場 然後玩這些遊戲 所以我 這次要代演的時候 才開始玩這些遊戲 覺得 欸 怎麼那麼好玩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30塊這種便宜 然後可以玩很久 覺得媽媽們也很開心 我相信 所以真的有機會 粉絲是有可能在路上 遇到你在玩這個遊戲 欸 應該會喔 哈哈 我上次去台北地下街的時候 也看到這個遊戲 然後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女生們 在玩覺得 欸 好像可以 我也坐在這裡 偷偷摸摸的玩 應該沒人花錢 對 這次會很大方的 去跟別人一起排隊這樣 喔 願意願意 很好玩 好 最近有沒有一些什麼 新的工作計畫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近的話 因為我 三年前 開始 每一年發一首自己的單曲 然後去年的話 工作比較慢 所以沒有辦法發片 但是我最近 就是在準備中 然後已經錄好音了 然後 就拍MV啊 各種拍視完 就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嗯 考到台灣的價值 喔 對 對啊 我 對 我 因為在日本的時候 沒考過 然後覺得蠻難過 然後花了蠻多錢 就是一百萬日幣 對 然後就我爸爸很生氣 所以 我那時候也一直不敢去考 就是 下次要考的話 一定要考過 所以壓力很大 所以這次 在台灣 考過非常開心 那妳覺得自己那個 去駕駛的心情 我覺得 因為妳在台灣一次都考過 對 我覺得 在駕駛班考試的時候 跟上日真的不太一樣 我第一次上日的時候覺得 哇 台北怎麼那麼厲害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決定要去 就是再去一個 在日邊練習 可以讓我練習的駕駛班 然後 然後就去雅明山 就山上 然後自己 就是狂開了之後 發現 欸 開了那麼可怕的日 就 就是山上 就覺得 欸 我好像可以了 然後之後就 滿常去伊朗 基隆 自己去玩 停車技術 停車技術 對 然後幸好那個男生是我的粉絲 認出我 所以就是 就是 啊 願意願意 然後幫我停好 所以他們男粉是直接上車幫妳停 對對對 然後我在旁邊 加油加油 可以 過來一點 這樣 滿特別的經驗 那男粉是第一個 上妳車的男生嗎 異性 那個其實是 あの 租車 租車的 然後我人在外面 所以不算 不算有到一起肯 一點 對 可是妳買車了嗎 沒有欸 但是很想買 老闆娘一直說 還沒 還沒 其實妳不是上節目 然後開了 好像有事成一堂很貴的車 然後說我想要有有錢的老公 有錢的老公 有錢的老公 是我過小開始的目標 對 但是 就是 目前的話 好像 沒有看到這個對象 還在追尋老公 嗯 對 台灣的可以搞 台灣的願意啊 對 就是 好像因為最近也一直工作 然後我的木曜節目 大家都已婚了 對 所以 比較沒有機會認識 對 排歌 KID都已婚 對 嗯 對 對 有錢當然還有沒有其他的標準 有錢 其實有錢不重要 我覺得 最近開始覺得 欸 自己可以養活自己 所以 就是 我比較在意的點是 嗯 就是可以接受我工作很滿 然後我 我目前的想法是 如果結婚了之後 也不想住在一起 我可能會想要住在古壁之類的 同一城 就同一洞 然後同一城才要住古壁這樣 喔 因為 對 因為我很需要個人空間的人 對 所以就是覺得 可以接受我這麼難的人 應該很難找 偶爾過去住也可以 偶爾過去住也可以 那你最近有看到菜阿嘎 就是也是網民 他就是 憑日本的食物 就造成一些爭議 然後他道歉 喔 真的 我其實是沒有看到他的影片 但是我上次 在日本外景的時候 剛剛好 深夜逛 那個 然後又到 阿嘎山 對 所以聊一下 我覺得 在很多YouTuber朋友們在日本 覺得 滿開心的 成為日本人 覺得 這麼多人喜歡日本 因為這麼多人去日本拍 是 代表是台灣的大家 很喜歡看日本的東西 覺得 成為日本人會非常開心 對 但因為阿嘎他就是低頻 那些食慾不好吃 然後又被日本網友告過 真的假的 喔 竟然日本網友 也有看台灣的YouTuber是嗎 喔 喔 真的 我是因為最近工作 比較麻煩沒看到 但是 欸這樣的話 滿開心的 希望日本朋友也看我的YouTuber頻道 那如果妳自己吃到不好吃的食物 嗯 因為妳有拍那個美食影片 啊對對對 那如果吃到不好吃的 妳會怎麼吃 我可能 會說 嗯 很有趣的味道 或是 哇好特別喔 日本人可能不習慣 之類的 就是可能 為萬的話是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大家想聽的是 那種直接的還是這種 對 看個人喜好 對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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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那今天呢 在我們台上可以看到我們 顏兔代言人 首相 即將呢 也拿著我們這個大張的新夢票卡 好等一下呢 歡迎大家可以捕捉一下我們 馬里亞桑非常漂亮的身影 而且你們知道嗎 今天這套服裝 就是特別為了我們這一場記者會 而為我們馬里亞呢 可以穿出量身訂造的美麗 以及華麗可愛的風格 哇非常的可愛耶 放大版的這個新夢票卡 可以看到上面的服裝造型 就是跟我們馬里亞桑今天身上 穿的是合一套 一模一樣的 好可愛的 好可愛的 非常感謝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今天一同來參與 我們閃耀打新夢頻道 連續隊員 敬準備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的 阿里亞桑現在也做好準備了 尤其我們的天使人體朋友們